我幫大家補充 因為我們Peter 陳丹律師的父親 特別交代說 很多我們的生情 很關心破解行動的後續 破解行動剛開始就是因為 旁邊就有任職後 很多過去的政府官 要施法鬥爭 我跟你講的鬥爭 就是他明明就沒有犯罪 但是要跟人抓人要抓 包括說不立培之陣 狭青之教授 還有復仁債在幾頂頂 很多過去的 他們都在這幾個這些官員 都在司法鬥爭 罷了都看不出來 但是過程當中 包括你看區議員 頭部共去廖 抓人那一塊 後面再給他冤獄賠償 那是在無料我們台灣人 在做 政府官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全部看不出來後 就有綠豆和勇社 這裡是社團 提供我們要來 追求過去這麼檢查官 有小檢察官做政治打掃 就把綠責任 我們就有電腦病要去告人 後來結果 現在要跟人家報告 我們沒有跟一項打掃 我們全部 我們真正討厭 你就是明明沒有 你黑白跟起訴 黑白跟抓人 這檢察官的有法律政令 在台灣的電話裡面 有一個條 叫爛權追訴 這要出犯 要打掃 所以有這條犯罪 我們就全部去告這些檢察官 在綠貝山就給你告 我們告到現在為止 全部都報告 而且包括小檢察官已經有三姓報告 像我幫忙 五臘部的主席 這個部份現在二姓已經輸了 還要打到第三姓 會輸的理由 大家聽看看 他說 我們歡迎跟你說 你們這些人 雖然去騷擾 去騷擾 非法逮捕 非法起訴 但是我們歡迎跟你說 因為你不是受害的 受害的是台灣的司法 那大家這個意思呢 你叫黑白抓 黑白起訴 幾年 中期末他說 你不可以提告訴 也不可以提自主 全部給我們報告 報告到現在 我們有申請台北瓜改罪 台北瓜跟你說 這我們不在場 所以不受理決議 我們跟陸前為止 又是法律 所以為什麽台灣需要背心團 這年沒給你的事 今天你如果親差一個人 黑白去找起訴 啊 十多年後 司法跟你說 你不是受害者 你不能用電腦更來過 因為你沒受害人 這個事情 我相信 在座還有沒有人聽下去 這跟我們一般人民的生活差太多 所以我們需要人民來做背心團 讓人民的決定 決定說這司法裡面 你到底有管理受親愛嗎 不是說法律親差 要怎麼說就知道他怎麼說 所以這也是為什麽破解行動 全部都輸 兩大一萬手 一個是說 政敵打手的法官還在裡面 這個就是說 過後的法官 恐龍法官也在裡面 所以臺灣 背心制度 民主法 能夠繼續走下去的可能 感謝各位 謝謝